第一集 星空中的青铜巨观 呼叫地瞧 呼叫地瞧 上帝啊 我看到了什么 这怎么可能 让人无法相信 你一定不会相信的 此时此刻 绕地而行的国际空间站内 机密宇航员同时变了颜色 瞳孔极昼收缩 3 2 1 0 ignition 旅行者2号 是一艘无人外太空探测器 于1977年 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它上面携带着一张主题为 向宇宙致意的杜金唱片 里面包含一些流行音乐 和用地球55种语言录制的问候词 以西纪有一天被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拦截和收到 浩瀚的宇宙 无银的星空 许多科学家推测 地球可能是唯一的生命原地 人类其实很孤独 在苍茫的天狱中 虽然有亿万星辰 但是却很难寻找到第二颗生命原星 不过 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探索 自上世纪以来 已经发射诸多的太空探测器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 旅行者二号一直在孤独的旅行 在茫茫宇宙中 它如一粒尘埃般渺小 同时代的外太空探测器 大多或已经发生故障 或者是已经中短讯号联系 永远地消失在枯寂的宇宙中 三十几年过去了 科技在不断发展 人类已经研制出更加先进的外太空探测器 也许不久的将来对星空的探索 会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但纵然如此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新型外太空探测器 依然无法追上旅行者二号的步伐 三十三年过去了 旅行者二号距离地球 已经有140亿公里 此时此刻 它已经达到第三宇宙速度 轨道再也不能引导其非凡太阳系 成为了一艘星际太空船 黑暗与冰冷的宇宙中 星辰点点 犹如一颗颗晶莹的钻石 镶嵌在黑幕上 旅行者二号太空探测器 虽然正在急速飞行 但是在幽冷与无银的宇宙中 却像是一只小小的蚊虫 在黑暗的大地上缓缓爬行 三十多年过去了 就在今日这一刻 旅行者二号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枯寂的宇宙中 九具庞大的尸体静静地横在那里 2010年5月22日 美国宇宙局接收到旅行者二号 传送回的一组神秘的数据信息 经过艰难的破译与还原 他们看到一幅不可思议的画面 在这一刻 宇航局主监控室内 所有人同时变色 最后如木雕泥塑一般 一动不动 他们震惊到了无意复加的地步 直至过了很久 众人才回过身来 二号 主监控室内一下子沸腾了 旅行者二号早已不受引导 只能单一地前进 传送回这组神秘的数据信息后 在那片漆黑的宇宙空间 匆匆而过 视向了更加幽暗与深远的星雨 由于那片星空太遥远 纵然有了重大发泄 捕捉到一幅震撼性的画面 人类目前也是无能为力 这组神秘信息并没有对外公布 而不久后 旅行者二号发生了故障 中断了与地球的讯号传送 也许 至此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不过有时候 事情往往会出乎人们的预料 无论是对星空的观测与探索 还是进行生命与物理的科学研究 空间站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 从1971年苏联首先发射载人空间站成功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已发射了九个空间站 2010年6月11日 此时此刻 绕地而行的国际空间站内 几名宇航员同时变了颜色 瞳孔极昼收缩 时至今日 神的存在早已被否定 如果还有人继续信仰 那也只是因心灵空虚 而寻找一份寄托而已 但是就在这一刻 几名宇航员精英的思想 受到强烈的冲击 他们看到一幅不可思议的画面 在国际空间站外 冰冷与黑暗并存的宇宙中 九条庞然大物一动不动 仿佛亘古就一横在那里 让人感觉到无尽的苍凉与久远 那竟然是九具龙狮 与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龙一般无二 每具龙狮都长达百米 犹如铁水浇注而成 充满了震撼性的力感 九具龙狮皆是舞爪黑龙 除去龙脚晶莹剔透 紫光闪闪以外 龙身通体成黑色 乌光硕硕 鳞片在黑暗中 闪述着点点神秘的光滑 龙 传说中的存在 与神病力 凌驾于自然规则之上 但是科学发展到现在 还有谁会相信龙真的存在 国际空间站内的几名宇航员 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 眼前所见让他们感觉不可思议 苦忌的宇宙中 冰冷的龙尸 似不可摧毁的钢铁长城 甚至能够感觉到 尸身中所蕴含的恐怖力量 只是 他们已经失去了生气 永远的安息在 幽冷的宇宙空间中 那事 被神神的震撼过后 几名宇航精英的瞳孔 再次急咒收缩 他们看到了 更为让人震惊的画面 九巨龙石都长达百米 在尾端 皆绑附着顽口粗的黑色铁锁 连向九巨龙石身后 那片黑暗的宇宙空间 在那里 静静地悬着一口 长达二十米的青铜棺果 巨索千锤百裂 粗长而又坚固 点点雾光令他显得阴寒无比 青铜巨观古朴无华 上面有一些模糊的古老图案 充满了岁月的沧桑感 也不知道在宇宙中 漂浮了多少年了 九龙拉关 在这漆黑而又冰冷的宇宙中 九巨龙石与青铜巨观 被粗长的黑色铁锁连在一起 显得极其的震撼 在面对那不可思议的监控画面 一阵失神后 几名宇航精英第一时间 发出了呼叫讯号 呼叫地球 呼叫地球 几名宾